第2237集 万朵桃花开 紫大嫂,您真不愧是揍人的行家呀,专门向着最难受的地方招呼,这手段不是您从老大身上练出来的吧? 就在这时候,只听到一个声音悠然说道 好了,好了,我们来救你了,你获救了 谢丹琼一愣,又惊又喜,苍天开眼了 可是心念一动之际,瞬间就醒悟了说话者是谁 笑容冻结在嘴边,这会儿真正是死定了,来了一个更狠的,不,是一群更狠的 果不其然,又有一连串的声音响起 救命啊,好啊,那就先救助你,然后再接揍你 你个可恶的谢兔子,今天非把你弄成活兔子不可 傻千召的,欠收拾 给我狠狠的揍他,不用给我留面子 另一个声音说道 大嫂,您受累了,您先歇去,等我们来叫一趟 今天必须把他打个五颜六色万字千红,百花盛开,万朵桃花开 动手啊 随着这声喊,已经有三个人如狼似虎,恶虎扑石一般的冲了上来,接替了紫谢情的揍人工作 来的正是季默罗克迪描不通 谢丹琼这会儿连救命都不会喊了,直接就被吓傻了 大嫂揍人,那是多少也还能够有点分寸的,有些地方还不好意思招呼 可这三个货,你们怎么来了,你们可就不存在什么不好意思了 紫邪情一转身,一眼就看到楚阳等人已经站在门口了,正自摩拳擦掌的看着谢丹琼挨揍 连一向维持团结的楚阳,一向顾全大局的墨天机,这次也毫不阻拦,甚至都跃跃欲试的样子 老大,老大,我 谢丹琼刚叫两声,早已经被季默用自己的衣袖团上一团,给堵住了嘴巴 狠喝揍 楚阳说了三个字,随即梅花眼笑的看着紫邪情温柔万分的说道 你还好吧 这前后变脸之神速,相信就算最好的穿具变脸师傅也要自贪俘虏 紫邪情哼了一声 哼,要是你的兄弟们不这么气我的话,我会更好,肯定的 楚阳仰天打了个哈哈 是是是,这不是有人已经在帮你出气了吗 走走,这里太乱了,咱们屋里说话去 随即,铁补天和墨清武三人围上来,簇拥着紫邪情,大家叽叽喳喳一阵说话,无限的亲热 你们怎么就突然回来了,那边的事情处理完了吗 紫邪情微笑着,这不是听到你这边出事了,我还不赶紧批行戴跃地往回赶啊 楚阳连连拍马屁 哼,怎么这么巧,你们都凑在一起了 还有,季梦和罗克迪,你不是留下帮助照顾顾独独行了吗 怎么这两个家伙也一起来了 楚阳叹了口气,有点呲牙咧嘴的 嗨,本来他们俩是留给顾独行帮手的 但是我们走了半天之后,他们却又赶了上来 没办法,这两个家伙凭生最怕就顾独行 而且那边不留情这会儿也恢复过来了 于是他们俩直接被顾独行给赶出来了 紫邪情不由得笑了出来 原来如此 其实大家心里都知道 顾独行绝不会将这两大助力赶出来 但大西天天兵阁目前已经恢复了许多 最主要的圣君和圣皇宫方面的高手 基本上都已经离开了大西天 剩下的那些个顾独行和不留情 自信完全可以应付 而妖皇天这边才是目前的重中之重 顾独行唯恐楚阳等人实力不够 才将季默和罗克迪赶过来帮忙而已 这份心意大家都知道 更加明白 听着外面的谢丹琼的惨叫声此起彼伏 愈演愈烈 紫邪情反而有些担心了 差不多得了 可别打出事来啊 伤到不怕 别伤了自己兄弟感情才是真的 没事没事的 莫天机老神在在 咱们都有数 咋也不会伤感情的 刚说完 就听见轰然一声大响 肉眼可见的看到了莫云天穷华大地 被有如绣球一般踢上了半空 即莫飞升而起 又是一脚飞抽 落点正好踢在谢丹琼的屁股之上 谢丹琼整个人流星一般的飞向另外一边 罗克迪伸拳踢腿 大吼一声 踢皮球一般 再将谢丹琼踢向另一个方向 那边瞄不通兴高采烈的大吼着 一个大脚 又将他踢了回来 众人是看得煤矿猛跳啊 哎我靠 这这这真是 够劲爆啊 扑的一声 谢丹琼终于勉力挣扎着将嘴里的布团吐了出来 大叫一声 你们仨等着 哎呦 两久两久之后 谢丹琼被气喘吁吁的三人拎了进来 松了榜 恢复秀 谢丹琼在刚刚恢复自由的那一刻就要跳起来跟季默拼命 气死我了 我怎么说也是一方天地呢 你们三个居然把我当皮球体 太不把我当回事了吧 季默咳嗽一声 仰头看天 竟是全然没把谢丹琼当回事 这一目中无人 反而把谢丹琼弄愣了 难道还有后招等着我呢 一时间竟然不敢轻举妄动 莫天机咳嗽一声 打破僵局 哼 谢丹琼啊 这只是开个玩笑 兄弟们 谢丹琼悲愤得要死要活的 玩笑 我这都被当皮球体了 还玩笑呢 有这么当兄弟的吗 这可远远不如你这些天里跟我们开的玩笑好笑啊 足足将近一个月啊 我们所有人都被你蒙在鼓里头 要是健身修为再高尚一份 我们连替你收尸都做不到了 你说这好笑不好笑啊 谢丹琼听了顿时像是泄了气的皮球 看着楚阳和莫天机脸色仍自大为不善 不由得一屁股坐了下来 举起了双手来 好好好 是我不对 这事是我一意孤行了 哼 算你小子实相 你小子要是再不认错的话 恐怕老大就会亲自出手了 还有我 我们可不像季末他们的好打发 只是轻轻的踹你几脚就算完事了 谢丹琼机零零的打了个哆嗦 这事其实真没那么危险啊 这个那要要不我请大家喝点酒给大家赔个罪 挨揍的某人上赶着请酒赔罪 众人顿时都笑了起来 楚阳和莫天机本想继续板住脸威吓某人 实在是控制不住了 一起大笑起来 当天中午 兄弟们聚在一张桌子上 喝了个昏天黑地 从中午一直喝到了半夜 第二天早晨 季末罗克迪瞄不通 三人鼻青脸肿地躺在院子里头 却不知道啥时候已经被谢丹琼给报复了回来 谢丹琼仍旧是一身白衣 坐在躺椅上摇摇晃晃 看着三个被自己打得无限过瘾的兄弟 神态爽利 我说啊 你小子是怎么做到的 太了得了吧 连楚阳都有些纳闷了 百思不得其解 现如今 季末罗克迪和瞄不通 可都不是弱者啊 任何两个二对一 谢丹琼那都是必输无疑 更不要说一对三了 可这结果就是反过来的 自然让人费解了 就在昨天下午嘛 我跟乐儿要了点迷药 谢丹琼得意地说道 这一下子拳头给弥翻了 一起制住 然后一个个猛揍嘛 揍个词似的 这点子不错吧 其余众人尽都为之绝倒 笑闹成了一团 清晨 妖后与东皇得知楚阳归来 一道前来拜访 随行的还有妖宁宁和白石悬 众人谈论一会儿之后 终于不可避免的 还是将话题扯向了万圣真灵上面 圣君 培植万圣真灵的三大基地 已经去掉了两个 但剩下的那个 暂时还没有任何消息 这个基地不除 始终如梗在喉啊 其实在清晓天 据说有个类似现象发生啊 几乎是出尽了吃奶的力量寻找 却毫无发现 我麾下的天机情报部 也一直在搜罗此类的情报 同样一无所获 非但如此 还有那些已经散落在江湖的万圣真灵 那些人一旦隐藏于人群之中 根本就无计可寻了 天机在此 要请教两位前辈另外一件事 什么事 你说吗 姚后和东皇同时说道 那就是 是不是只要有人杀死了圣君 那些个上在人间的万圣真灵 也就因此失去了身为真灵的作用 不会再因真灵的缘故而陨落 从此 只像普通人一般的存在呢 这件事需要确切的证实 雪泪寒和妖后两人彼此对望一眼 按照我们的理解 道理上应该是这么说的 不过我们却也能够确定另外一件事 倘若圣君真的死了 那么剩下那些万圣真灵 他也不会允许留在这个世界上的 必然会在他临死的最后一刻 令其全数死亡 一道共走九泉的 为什么呢 楚阳说道 根据传言 万圣真灵的主人 要是主动杀死万圣真灵的话 不是就得不到应得的那些好处了吗 一般人的理解 或者是这样 但是据我们所知啊 若是到了危险时刻 圣君一下子斩断 所有的万圣真灵的性命 固然不可能全部收归己用 可在那一瞬间 也还是能够收集每个人的原本一缕力量的十之一二的 倘若圣君没有遭遇危机 那么平白损失苦心栽培出来的力量 这种事情他自然不会做 可要是真的遇到生死危机的话 哪怕是百分之一二 他也不会嫌少的 损失的再多始终有收获呀 要是真的死了 一切终了 何者众何者卿 岂不显而易见吗 对 所以只要圣君死了 所有的万圣真灵随着消失 那是一定的 妖后一锤定音 哦 原来这样 确实如此 楚阳沉默地低下头去 仔细计算了一下 那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这些力量纵然只得百分之一二 仍旧能够支撑圣君 从最弱的时候 在一瞬间回到巅峰时刻 甚至游游过止 不错 妖后也计算了一下 这样的推算虽然骇人听闻 却仍旧是非常靠谱的 因为这些万圣真灵的数量 百万年积累下来 实在太多了 事实上 若非有这样的顾虑 我也曾与东皇商量过 有我们二人联手 一举消灭这个祸害 可是再三盘算 我们两人联手 或者可以压制圣君 或者可以对他构成致命威胁 可要说到真正消灭 却根本没有可能 他留下的底牌实在太多了 但只万圣真灵这一项 已经可以令我们的所有安排 筹划全数失效的 众人尽都沉默下来 第2237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